2017年1月25日,美国永恒区域中心的大学酒店公寓项目开工典礼 在加州大学和平分校University Village项目地现场主期举行 加州州议员Josie Medina办公室主任Jorio Marella 和平县对外贸易局局长Hady Marshall 女士 美国和平县与中国城市集团友好协会会长Richard Dozier 先生 美国普洛米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国华女士等政商界领袖 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该项目的投资人代表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典礼以少林武术功夫表演开场 以中国传统武师采青表演结束 现场场面热烈 气氛友好 我们很高兴来在新的大学公寓酒店公寓 在大学公寓家里有很多工作 在农村204 也在南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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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湾 里在拉内外贸易局局奋았어西南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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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 EB5项目建设已经接近尾声 很多投资员拿到了移民局的批准 而在大学酒店公寓项目地附近马路对面 学生公寓二期项目也已经完成土地购置 择期开工 我们这个项目呢 大概建成的需要三十三十一个月 那我们建成以后呢 将为这个学校的这个教职员工 还有我们的学生呢 提供非常一个舒适的休息娱乐的环境 美国普洛米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国华女士 向各界来宾表达了感谢 同时也表示将会不断地努力 为大家奉献更好的项目 更好的为美国社会服务 凤凰卫视综合